伯爵 伯爵還是很乖的 走 咬咬尾巴 嗯 走兩下 等兩下 伯爵你在看什麼 啊 溜完半斤回來了 煮一些雞胸肉給半斤吃 這一次煮好幾個哦 分開兩次吃吧 就早上跟晚上吃 這樣伴著狗糧吃 半斤啊好吧 出去吧知道有吃的了走進來 你看出去 外面等一下啊 讓他出來他就乖乖的出來 在這裡趴著了 你看媽媽在看書了 又在學習 好認真啊 活到老學到老啊媽媽 雞胸肉已經冷了也掰開了 拌著狗糧給半斤吃 來半斤吃吧 好不好吃啊半斤 大口大口的吃肉了 他有時候會把這個狗糧會挑出來 吃吃肉的 我現在呢要開始忙了 因為媽媽說他想吃這個花生芝麻餡的愛把 所以呢我現在 要準備做了 先炒餡吧 炒餡過程比較長 待會呢再把那個愛草拿出來 冰箱裡面種的有愛草 好了開始忙了 先把花生放在桌裡面翻口 我覺得客家人呢還是挺喜歡吃這個板類的東西 比如就是這種糯米類的 軟糯軟糯的這種糕點 特別喜歡吃 我也是 我也雖然說做這個糕點做了很多年了 但是我也很喜歡吃 所以經常呢隔三差五呢 我都會做一些糕點自己吃的 哈嘍大家好 我是小秋 過來翻嘞 這個是半斤 有好幾天在我的視頻裡面沒看到半斤了是嗎 最近這幾天呢小秋都是早出晚歸的 忙的事情也特別多 然後昨天呢參加曾姐她女兒的婚禮 其實也挺早起來的 然後回來呢就倒頭就睡了 睡的今天呢也有點晚 因為昨天呢可能起來有點早嘛 所以呢就特別累整個人 但是今天休息好了 氣色都好了很多 曾姐她女兒昨天結婚的現場呢 大家看了一定也會覺得是很感動的 然後小秋在現場呢已經是感動的 流眼淚流鼻涕了 特別溫馨 特別幸福的感覺 所以也是感動的流眼淚 也祝福她們新婚快樂 早上跪著 願她們幸福久久 平安久久 之後呢我是這樣子想 如果經濟條件允許的話 我和彪哥呢再去補辦拍一份那種婚紗照 就可以帶著孩子們一起去照 或者照那個親子照吧 到時候有空的話我們再去照一下 彌補一下當年沒有拍這個婚紗照嗎 我和彪哥結婚算起來有13年了 今年算上去 很多年前結婚婚紗照的話是特別貴的 當時也想著就沒有想著要花這麼多錢要去拍婚紗照 等下一年再說吧 下一年經濟好一點就會去拍了 外板還沒有做 餡已經炒好了這個花生芝麻餡 但是現在還是燙的 燙的這一個花生的這一個衣 這一個皮啊脫 脫不了的 要等它冷了才脫得了 所以我現在出發去阿婷那邊先去那裡跟她去找一下一些產品之類的 看看有沒有合適的 其實最近都是到處在找產品 只是都沒有找到合適的而已 晚上再回來做愛板吧 現在就先出發去阿婷那裡先了 我已經到了阿婷這裡了 和阿婷兩個人準備要出發了 戴好頭盔兩個人 這一次去的比較遠了 騎電動車是要去賣地這一邊 騎阿婷的新電動車去了 好就放那了是吧 我跟阿婷到了素食館這裡了 素食館之前跟曾姐還有媽媽也來過這邊吃的 冰江公園旁邊 吃完素食才去看一下手工的產品 待會吃飽就去了 這裡去那邊賣地還是挺近的 已經到了一半的路程了 已經裝好了 開始吃了 特別豐富 而且坐在這裡還可以看外面的風景了 吃素也是一種享受 這邊是大桌 下面這裡是小桌 小桌基本上都坐滿人了 這一碗是第二碗糖水了 上面放了一個南瓜餅 銀耳桃椒糖水 吃的好飽哦 跟阿婷的也吃的差不多了 吃點涼拌 吃點涼拌 來給我吧 戴上頭盔 準備出發了 已經吃飽了 這一個是冰豆糕 是膠原芋桃不好 這裡還是很多特產的 膠原芋桃 這一間店都是賣特產的 已經收拾好倉庫了 阿婷又給我買了喝的吧 送貨順便買回來了 送貨順便去買喝的給我喝 好大一杯 滿滿當當的一杯 好了 那我就不客氣了 我忙完了 又到阿婷回來忙了 你看 他現在在做 做那個千層糕嗎 椰子桂花糕 做椰子桂花糕 這個薑已經調好了 現在在秤 比例要秤得準 先放進鍋裡面 先煮 用電磁爐來煮 這個是馬蹄粉的這個薑 馬蹄粉 陳馬蹄粉嗎 這種 現在把這個調好的薑 過濾 慢慢地攪 椰奶的已經蒸了一層了 這個已經蒸好了 還熱呼呼的 現在把這個桂花味的疊上去 對 看著來 淋上去 這樣子 拿個勺子 不要讓它直接沖下去 對 緩衝一下 別看這小小一鍋 蒸好的東西 第二層開蒸 第一層已經蒸熟的 現在來蒸第二層 已經蒸好了 椰子 桂花糕 還有馬蹄糕 哇 好亮哦 還滾燙的 要等它自然冷卻 要等到明天早上才可以切 沒那麼快 我們現在已經蒸了 好亮喔 再熟好了